我们玩手一起走过这条街 这个冬天没有雪 但是有你的笑容和言 在人海中和你分享这心愿 这个冬天没有雪 我就喜欢这一种感觉 今晚霓虹不熄灭 你给的祝福好体贴 我温暖在你温暖的世界 耳边回的欢快的音乐 幸福想要归绝 幸存感谢陪我过来 大家早安 我们早上七点 在白布帆社区搭接驳车 花了大概一个小时 来到这个地方 马拉帮山的北线上湖登山口 热火丸童预计要走的是马克仲走 希望今天能够得到老天的眷顾 给我们一个非常勤劳的好天气 那现在早上八点钟 我们准备出发啰 加油 Go Go 进来是美丽的竹林路径 我们刚刚从上湖登山口上来到这个是一个三叉路 那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 那我们刚刚是从这里走 上湖登山口走这边 那如果你从这里是往左走的话 你大概路程会多 大概四到五百公尺的距离 那我们是选择比较短的 当然都是一路都是台阶 还蛮陡的 那我们走到这边花了大概二十分钟 我们要继续往古战场纪念碑的方向 前进咯就这边下 所以这边是三叉路口 没有走距离较远的四叉路口 从三叉路上来大概七八分钟 就可以来到古战场纪念碑 纪念当时抗日的牺牲的先民们 好大的休息平台哦 阳光露脸 马拉邦山这一条是有故事的 一个步道 他是早年日军在监控 泰雅族人的一条爱永县 那沿途就是马拉邦山 司令山以及大克山 是一些观测的 国家级的五星木战道 过木战道之后 海拔维持在高度1200左右 舒适好走的路径 我们现在抵达石门 这个可以自然形成一个爱口 还好我们两个都很瘦 在人海中和你分享这心愿 这个冬天没有雪 我就习惯这一种 少许的树根路径 马克重走分四个阶段 我们目前持续在第一个阶段 上马拉邦山前的峰林路段 最后这250公尺很陡 这边写剩80公尺 就到马拉邦山了 大家开心 耶 抵达徐庆隆纪念碑 纪念一位登山者 一年早逝 所以在这边立了一个纪念碑 那马拉邦山的基点就是 左上去就是了 这里有个布条 司令山往这边 那我们先上马拉邦山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 马拉邦山的三角点了 那往右侧看 最前方比较矮的这一颗 那个就是司令山 那再往后是 大克山 那两座山头是我们等一下要前往的山头 现在这样看起来非常的远 那这边的视野非常的好 所有的山脉一清二楚 还可以看得到大小坝 然后下方的大安溪谷 以及远方的云海 那这边的海阀高度 是 1206公尺 那三角点在这边 它是一等三角点 我们在山顶休息了20分钟 现在往士林山的方向呢 大概海拔要先下 下大概三四百公尺 然后才会再上大概两百公尺 这个灯山口这里只有一条布条而已 那它的路径看起来很小 这里有 这边写要八到九个小时 过一号旧原装的拉绳抖下 阳光洒落人线路 这一段是比较平缓好走的路径 持续下切海拔中 沿途指标清楚 也有标牌说明 再来都是不大好走的危险边坡路 路径窄小 今晚霓虹不熄灭 你给的祝福好体贴 会温暖在你温暖的世界 林间展望处 一样可以看到圣人县 以及大安西谷 兽人边坡路径 小心踩好踏点 封面回荡欢快的音乐 幸福相遥归绝 幸存感谢陪我过节 默默玩手一起走过这条街 这个冬天没有雪 但是有你的笑容和言 在人海中和你分享这心愿 危险岩石边坡拉绳下 下来是二号救援庄 下坡一路都是树叶路 很滑 山游要小心喔 过三号救援庄 有一段很平缓的路 那其实只有一小段 所以到这里以为要继续走人县 没有要又切 又要开始拉绳的抖下了 哇 看不到镜头的拉绳抖下 在人海中和你分享这心愿 这个冬天没有雪 我就喜欢这一种感觉 45度的拉绳抖下 你会这样好走吗 很陡 而且都是落叶泥土路 其实很滑 真的要小心 超瘦的瘦人路 两边皆是悬崖 峭壁 危险的边坡 我们玩手一起走过这条街 这个冬天没有雪 但是有你的笑容和言 虽然还如何你分享这心愿 杜鹃鱼瘦人 过5号救援庄之后不久 在一个展望点的地方 可以看到美丽的士林坝 以及下面的陶山部落 那当然可以看得到 美丽的大安西峡谷 在人海中和你分享这心愿 在人海中和你分享这心愿 这个冬天没有雪 我就喜欢这一种感觉 然后三步跨运 好 今晚霓虹不熄灭 你给的祝福好体贴 我有晚在你温暖的世界 耳边回答欢快的音乐 幸福想要归绝 请存感谢陪我过节 我们玩手一起走过这条街 沿壁区 腰涝经过 过沿壁区后 就要左转沿石区的斗上 就会到8号的救援庄 这里是8号救援庄 这落差大对腿短的人真的很难 加油咯 加油咯 往9号救援庄 司令山积点前进咯 马克重走第二段 从马拉邦山到司令山 沿途虽然都是走在人县上为主 沿着旁边的大安溪 在耶路撒大部分都是杂木林为主 山友说的黄藤比较少 这边都比较少 那后面是一个大的陡坡 上去可能就是一个矮币 也比较接近施令山了 我们继续努力咯 60度的拉绳抖上区 要登顶前这一段很陡 慢慢走 哇 哇 美丽的枫叶地毯 美丽的枫叶地毯 耶 耶 我们到司令山了 司令山海拔是1183公尺 那它是森林的三字三角点 那这边也是旧原庄的9号 那我们总共从刚刚马辣邦山到这里 花了2小时20分 那沿途就是含休息跟拍照的时间 我们会在这边休息吃午餐 开心 我们在这里休息吃完午餐了 那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要即刻出发了 走了 加油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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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这个冬天没有雪 这个冬天没有雪 但是有你的笑容和言 在人海中和你分享 这个好像大秋千 有像有像 有像哦 这个冬天没有雪 我就喜欢这一种感觉 目前在找踏点往下中 这里是垂直的 所以可能要从左边 危险的垂直岩壁 双手一定要拉紧绳索 脚要踩好踏点 慢慢来不要急哦 好 手不要放哦 了解 好 下到90度的岩壁下方 这个是90度的回拍的角度 回拍角度看起来踏点比较明显 刚刚又从那边下来 觉得好像找不到踏点 好 魔王级的90度垂下岩壁 这里刚好是11号救援点 刚下90度垂下岩壁 11号救援桩 然后还是拉绳抖下 小心哦 少踏点哦 有踩好吗 手不要放哦 边坡都是树叶 对 踏点不好踩踏 很窄的边坡 因为非常狭窄的边坡 过了哦 好 这个边坡的路径非常的窄 而且满地都是落叶 对 其实看不太到路径是 在哪里 就靠着树枝各 一些堕叶泥土 当支撑点 没错没错 危险的斜壁边坡 危险的斜壁边坡 非常窄小的边坡 在一段拉绳抖下 非常有挑战性的马克纵走第三段 施令山到大克山这一段路径 好长的一段拉绳抖下路径 这一段从上面拉到这里来大概拉了快50公尺的抖下 大点好找吗 还在找 有一点困难 要往右移吗 要往右移吗 要往右移 对 往右移 辛苦了 100分 耶 安全下庄 这个地方真的要慢慢的找踏点 box 好 行 好 年轻 这一段走不快 太多抖下抖上然后拉绳这样 在人海中和你分享这喜悦 这个冬天没有雪 我就习惯这一种感觉 今晚霓虹不熄灭 你给的重复好体贴 我有玩在你温暖的世界 耳边回到欢快的音乐 幸福相有归绝 来到第一段60度岩壁斗上 拉紧绳结哦 好 微拍的拉绳斗上 一点都不会累 真的哦 这段刚刚讲的第二段拉绳斗上 岩石也是有踏点的 一样要拉紧绳结 斗度大概也是60度左右 抵达13号救援庄 这是一个假山头吗 是 上到人线 升到上到假山头上的一个人线了 对 展望点 又可以看得到大安溪峡谷 以及下面的聚落 我们持续在受人岩石区奋战之中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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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咯 在一颗岩石中 奋战的 哎呀 哎呀 暖脚 很棒耶 过18号救援庄 櫻露眼帘的 是 又是一个 大概 七八十度的 拉绳圆壁斗上 其实这一段蛮陡的 只是由上往下拍 好像看不出那个陡度 它大概有七十度左右 OK OK 攀爬完 七八十度的岩壁之后 又是一段 拉绳斗上去 抵达救援庄编号19号 这边有一颗巨大的石头 很醒目 这边是一个展望点 但是都被树挡住了 过19号救援庄后 是一段的岩壁拉绳抖下 远方美丽的溪谷跟公路 这已经不知道是今天 第几段的拉绳了 我是一区大青猫 哦 一长串的拉绳抖下路线之后 会抵达门绳树的位置 哇 巨大的门绳树哦 过门绳树之后 继续抖下继续抖下 感谢前辈架设的绳索哦 库宝树的绳索 抵达标牌22的十字岸部 这边如果要往马拉帮山 还有7K的距离 我们要离开十字岸部继续往前啰 上坡准备上另外一个假山头 我们到这个地方是一个三叉路 那右边是往大客山庄 那执行就是往大客山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执行 很好奇的是 救援庄17号竟然在这里 我们刚已经过了22号了 竟然出现17号 我们就继续咯 加油咯 离大客山三角点不远咯 换下一种感觉 过大客山救援编号16号以后 都是一路的持续的抖上 马克中轴最经典的就是第三段 施令山到大客山这一段 沿途都非常的惊险刺激 完全是一个很深等的中级山的中轴路线 大家可以看得到后面的旅梯吗 这边有大概两段的旅梯之后 还有绳梯之后 这时候就要收起登山上咯 第一段的旅梯 我们已经收起登山障 专心爬楼梯 进入第二段旅梯 实在是有够抖的 每一步要踩好 有 绳子要拉好 有 那这个旅梯 旁边都还有绳索 所以尽量就是 脚踏旅梯的台阶 手抓着绳索 登顶大客山前的第三段旅梯 登顶大客山前的第三段旅梯 累不累啊 还好 还好哦 哇 你精力旺盛哦 过了前面的三段旅梯之后 还是拉绳抖上路段 没力了吗 不是 找不到套点 摩擦都太大了 是啊 加油 到了到了到了 再转个弯就到了 马克中轴就是这么惊险刺激 完全没有人场 目前是最后一段的神梯路径 这就是马克中轴最知名的神梯 踩下去还会晃动 最后一段神梯 爬的第二段神梯 比前面那一段神梯比较有经验的 美惠爬得比较快的 最后的神梯 两边的岩石 也有一些踏点可以踩 爬山多年第一次遇到神梯 对真的 虽然马克中轴都走在人县的林蔭下 但还是走得气喘吁吁的 全身湿透 现在虽然是11月算两手的天气 哇 看到基点了 赶快摸一下 怀念的大客山基点 一定要摸它一下 好久不见了 真的 我们从司令山 走到这里花了4小时20分 这段真的是魔鬼路段 这段跟前几天去走的哈家中轴比起来如何 我觉得哈家是集中最后要上加里山那一段 拉绳子一直上一直上 那这边呢是好几段 然后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路段 我觉得不太一样 真的是很废体力的第三阶段 司令山到大客山这段魔王级的路段 好感动喔 这边海拔1236是一个三等三角点 我们在这边稍坐休息啰 这边的展望一样可以看到 大安西以及山下的部落群 我们要离开大客山咯 往白布帆登山口前进 耶 开心 开心咯 要进入马克中走的最后一个阶段 大客山到白布帆社区 我们从山顶下来到泡台椅子 这个海拔是1140 大概花了15分钟 就地取材 做了一个桌子椅子 就大家可以在这边休息的 我们晚上一起走过这条街 这个冬天没有雪 但是有你的笑容和言 在人海中和你分享这心愿 这个冬天没有雪 我就习惯这一种感觉 今晚霓虹不熄灭 你给的祝福好体贴 我有晚在你温暖的世界 好美啊 先变万化的树 耳别回答欢快的音乐 幸福想要归绝 心存感谢陪我过节 我们晚上一起走过这条街 这个冬天没有雪 但是有你的笑容和言 在人海中和你分享这心愿 这个冬天没有雪 我就习惯这一种感觉 哇 哇 哇 今晚霓虹不熄灭 没给的祝福好体贴 耶 我们回到大客山炮台古道的登山口 虽然看起来现在天完全是黑的 那现在是六点钟 那因为现在已经 已经开始进入冬天了 所以其实天黑的很早 那所以如果有想要纵走的 会建议要早一点出发 会比较好 包括休息一个小时 总共花了十个小时 解锁神功 马克中走 山神 谢谢老天爷 一路平安 然后风景很漂亮 对 那最后谢谢您的观看 记得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要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拜拜 拜拜 我们下个山头见咯 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 找一个温暖的角落 我希望在你的甜蜜里 像一个融化的糖果 希望在你眼里 像星星在夜色里 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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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的 我希望在你 有感到你的爱情里 你不知的